重庆 魔幻八地山城 中国雾都 古称江州 三国时期刘备自江州入属 民国时期 这里是国民党陪都 这里女娃儿美貌窈窕 个性火辣 男娃儿围坐在苍蝇馆子 矜持着上半身 喝酒划拳 豪放大气 四川 地势险耀 物产丰饶 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商周时期蜀足建国之地 中国西南重镇 四川不灭 中华不亡是千百年来对川人的最高赞誉 闲时 川人在茶馆九四悠悠闲闲地打麻将 战时 川军适令来犯之敌威风丧胆的铁血战队 自古川渝一家 直到1997年 邓小平下令川渝分家 25年过去了 无人不赞邓公高明 四川盆地 四面环山 大家都在一个盆盆里待着 挨挤在一起 跑路是不可能跑路的 不管各个地区心里打着怎样的小算盘 身体却只能很诚实地挤在一起 从这个意义上说 川渝一家亲并没错 可待在一起久了 即便身体离不开 也总归有同床一梦 闹分手的时候 历史上川渝就闹过多次 重庆 从夏商开始被称为巴 四川 自商周时期称约蜀 这就是巴蜀地区的来历 早在西州 巴国 蜀国同为周天子部下 双方并无隶属关系 属于平级 公元前246年 秦始皇统一六国 天下分三十六郡 八郡 蜀郡依旧是平级 汉武帝刘彻登基后 全国分十三州 八属合并 同属一州统辖范围 唐太宗年间 全国分十六道 八郡更名为渝州 隶属山南道 四川则被一分为二 分别由山南道和建南道管辖 到了北宋年间 四川分为四路 合称川辖四路 简称四川行省 这正是四川的由来 当时重庆更名为宫州 先后由西川路 辖西路 奎州管辖 南宋年间公王继承大统 集送光宗 宋光宗登基后大喜 认为宫州乃双重喜庆之地 将宫州改名为重庆 元朝忽必烈推广行省制 设立四川行中书省 重庆路总管府 隶属四川行省 两地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模式 明代重庆府归属于四川省 承宣部正式司管理 清代重庆府隶属四川省管辖 1939年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将重庆从四川省分离出来 升格为贾等中央院辖市 与四川省行政级别相同 这也是重庆首次成为直辖市 1949年11月作为西南大区驻地的 重庆第二次成为直辖市 行政级别为中央直辖市 1954年 随着全国各大区裁撤 重庆降为副省集市 归属四川省管辖 1997年6月18日 重庆直辖市政府机构正式挂牌 重庆第三次成为直辖市 令人惋惜的是此次提议 重庆成为直辖市的那位老人 却没有看到这隆重的场面 那位老人正是邓小平 早在1985年 邓小平就提出建议 将重庆从四川划分出来 成为直辖市 重庆直辖的最直接原因 是三峡工程 而建三峡大坝的主要原因 是长江水患 长江在哺育了 无数中国儿女的同时 也带走了无数人的生命 据历史记载 在两千多年历史中 长江平均十年发生一次大洪灾 小洪灾更是不计其数 在新中国成立前 每一次洪灾都意味着无数生命的失去 洪灾过后的饥荒 瘟疫也会造成大量人员死亡 建国以后 洪灾导致的人员伤亡大幅减少 但随着国内经济快速发展 每一次洪灾都意味着 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 因此在长江上游 修建一个能够调续长江洪水的 特大型水库 就成了中国民族的千年大计 1919年 孙中山先生他的著作《建国方略》中 提出了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 上世纪五十年代 毛主席先后六次询问水利专家 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事宜 毛主席指出 三峡工程不是百年大计 而是千年大计 1981年 邓小平针对三峡工程果断表态 看准了就下决心 不要动摇 按照三峡大坝的设计标准 大坝建成后 将129座城镇被淹没 产生113万移民 为妥善解决移民问题 在1982年3月的三峡工程研讨会上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 提出了建立三峡特区的建议 7月 党中央三峡工作组 正式通过成立三峡特区的决议 此后有同志提出 三峡特区的称谓不妥 会让群众与沿海经济特区相混淆 经过慎重考量 组织上将三峡特区改为三峡行政区 然而根据宪法 一级行政区中并没有行政区的划分类目 因此三峡行政区最终被确定为三峡省 1985年1月 李鹏副总理向邓小平汇报三峡工程汇报时 邓小平私存良久 提出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 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 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邓小平关于川域分治的建议 成为此后重庆建立直辖市的指导思想 当时川域分治尚未提上国务院议事日程 大家的关注点还在三峡省的筹备上 但李鹏始终没有忘记邓小平的这一设想 1985年3月 三峡省筹备组正式成立 但此后随着筹备组深入调研 发现预备纳入三峡省的三市二十八县总体又小又穷 预备作为省会的一昌市自身发展尚且欠缺 更难堪带动其他市县发展的大人 经过多次考察和商讨 筹备组对三峡省能否承担其百万移民的重任 产生了质疑 1986年5月 国务院下发通知正式取消筹备三峡省 1992年4月 人大正式通过新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同年10月 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浦东新区 从此 以浦东开放开发 三峡建设为契机的长江经济带首次纳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在长江经济带指导思想的指引下 为了配合三峡工程建设 加快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 1994年 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长江三峡经济开放区 开放区不仅包括三峡库区所在地区 还包括了经济强势重庆 李鹏总理史中纪的邓小平提议 让三峡开放区以重庆为中心 这一是重庆成为直辖市的筹备工作之一 为后来重庆成为直辖市 奠定了强有了的经济基础 1996年 经过四年的发展 在重庆的带动下 三峡开放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国务院将重庆直辖正式提上一时日程 考虑到直辖市市线两级的简单体系 既能发展母城 又能兼顾库区边远贫困山区 9月15日起 重庆代管原归属四川的前江 万县 福林地区 这是一副重担 这三个地区移民任务中 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之后 重庆市政府迎南而上 积极开展移民安置 扶贫攻坚工作 成立工作组进行实地走访 帮扶 工作进行的有条不紊 且成效显著 半年后 重庆市政府向党中央交上了一份漂亮的答卷 同时也打开了重庆市进入直辖市行列的大门 1997年3月 人代会审议通过成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 1997年6月18日上午时时 在重庆各界3500名代表的掌声中 随着红筹滑落 中共重庆市委员会等五块象征党和人民神圣权力的牌子出现在众人面前 重庆直辖市政府机构正式挂牌成立 邓小平若权下有之 该十分欣慰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深知国家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重庆作为西南重镇 若作为直辖市从四川划出来 可带动周边地区经济腾飞 但若重庆在四川省之下 其经济发展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拥有重庆的四川面积达57万平方公里 人口达1.1亿 更有排名全国第一的县级行政区 共221个 地大人多 管理难度高 内部经济竞争也十分激烈 以1996年为例 当年四川全省GDP为4100亿元 重庆为956亿元 成都为830亿元 两市占全省GDP的40%还多 成于双子星是老四川的骄傲 却是成于世仇的根源 民间早有穿于一家亲 成于世代仇的说法 世仇的源自资源分配布均 老四川地大人多 总体GDP很优秀 全国第五 但人均收入却掉了车尾 成都和重庆的发展需要大量资源 但老四川不能只发展这两个市 资源总量有限 省上还要考虑调动资源 发展其他地区 例如在1983年到1997年间 全国先后扶持各地区 建成数百个国家重点项目 重庆联合四川省 一起向中央申请多个项目 最终重庆得到扶持的项目 只有西南旅改扩建一项 其他项目都被省上分配到了 四川其他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 重庆的发展自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倒不如与四川分手 四川也能更从容地调动资源 发展全省经济 重庆也可以利用自身资源 实现持续发展 不仅能提高重庆 及周边地区的经济 还能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带动我国西南乃至西部的发展 如此 川渝分手则双赢 当初邓小平高瞻远瞩的决策 实在英明 而川渝分手后 至今25年的发展史 也印证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 1985年 时任水利部副部长李柏宁 带着一部电视片 来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这部叫做《穷山在互换》的片子 真实反映了我国西南山区的贫困状态 这里的人民群众 鸡顿宝一顿 衣衫蓝绿 饮水困难 生了病只能硬扛 极度的贫困状况震撼人心 与会同志不惊 山然泪下 片中拍摄的地区 包括福林 钱江 万县地区等地 1984年 这里人均收入仅为511亿元 1996年 这三个地方被划到重庆 当时的钱江 唯一的公路是当年蒋介石 为围剿红军而修的战略后备公路 1997年 一个寒风岭内的冬日 随着响亮的炮声 凭借攀悬崖 掉麻绳等原始手段 钱江人硬是啃下了梅子关隧道这块硬骨头 2005年 于淮铁路竣工 大山深处的钱江人第一次看到了火车 也看到致富的希望 一车车的矿产与山货通过铁路运出去 一批批的客商乘着火车进到钱江来 2009年 钱江终结了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 2010年 钱江武林山机场开始试航 曾经的边地小城一跃成为城市功能齐备的区域中心城市 成为重庆东南部对外开放的桥头堡 2017年 钱江去年GDP达到231亿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000元 这两项数据均已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近百倍 截止2018年底 重庆市的贫苦地区已减少到4个贫困县 13.9万贫困人口 对于重庆的远郊区县来讲 直辖使他们迎来了百年以来唯一一次的发展机会 于东北 于东南等十几个区县抓住直辖的机遇奋勇向前 脱贫摘帽 位于重庆东北部的城口县再曾被称为重庆的西藏 这里位置偏僻 海拔高 人民生活极度贫苦 没有任何支柱产业 重庆成为直辖市后 城口得到了大量政策 财政支持 通了高速 而且即将迎来高铁 成为直辖市的重庆 不仅带动了周边县区蓬勃发展 也成了西部发展的领头羊 重庆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 改革开放后 广袤的西部在全国经济版图中依旧暗档无光 重庆直辖市的设立 与西部大开发的思路不谋而合 地处长江上游 身在大西南的重庆 为相对落后西部开启了一扇通往长江经济带 通往世界的大门 直辖以来 重庆仅仅抓住西部大开发 一带一路等重大历史机遇 经济综合势力稳步提升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25年以来 重庆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愈发凸显 它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 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连接点 对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发格局形成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对国家区域发展大会